Let's go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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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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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衛生局长张贤正和德育护理健康学院校长等人 陪同参加漫步快走北海岸同乐会活动的民众 一边欣赏外幕山的山海风光 一边快走运动 维持也保护健康 由于基隆市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如何借由运动和饮食维持健康非常重要 而借由提倡快走这项古老的运动方式 对于维持体重促进关节强化改善心血管健康 增加免疫系统降低血压 以及有更好的睡眠模式 是最简单也最容易执行的运动 我们一边做运动一边享受这个大自然 想要得到身心的健康 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因为 所以我们国人包括我们基隆市民 因为吃得很好动得很少 所以大家的体重越来越增加 所以有不管是三高或代谢症候群 这些体重肥胖相关的疾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场活动 鼓励大家出来走一走动一动 聪明吃快乐动 然后我们也鼓励大家要天天量体重 只要我有适当的饮食 然后有适量的运动 然后也注意自己的体重 我们就不会迈向三高 不会迈向代谢症候群 我们基隆市民就可以得到健康 享受生活 包括市立委员 余美宁 郑文亭 施伟镇 以及陈冠宇等人都参加这项活动 四百多位民众沿着外幕山这处 全长大约五公里 基隆市最长的天南海岸快走运动 一起守护健康 营造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